大家好,最近海外媒体流行的这样一个文章 叫做《眼看着习近平回党,红二代近无一人是男儿》 这个文章写的还有点意思 那么我在这期节目里头 给大家先把他这个文章的主要意思给大家传达一下 然后我们一块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就说为什么这个红二代里头近无一人是男儿 这句话大家听着似真相识 就是习近平在评论苏联解体的时候 他也讲过近似的话 他就说眼看着苏联解体 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 他的意思就是现在的中国只有他一人是男儿 眼看着中共快不行了 然后他出来以后立挽了狂澜 实际情况现在刚好是相反的 他成了总加速师 他上台这十来年 中国现在是搞的问题多多 而且确实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 所以这篇文章也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就是提出来一个相反的问题 但是中共被习近平这样搞死 难道说你这些红二代红三代里头 就没有一人是男儿吗 出来把习近平阻止一下吗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对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章的主要的意思 现在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统治无能 民心全失 外部压力空前 然而红二代红三代未能形成气候 明知习近平会毁了党 但又找不到足以挽狂澜与祭导的 治乱世之枭雄 各自忧心种种而又无所作为 这篇文章认为呢 在大陆官场 平民出身的高官 不可能形成一股倒习的势力 因为彼此心防很重 无法沉气候 唯一能动摇习近平的 还是他们自己的红二代 要是习近平稳住了局面 红二代们会放心让他干下去 可惜习近平又太无能 如今明星全是外部压力空前 习近平更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笨拙 面对政权崩溃的前景 对红二代来说 换人便会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问题是 习近平倒腾党政十年 已经消除了一己 自立山头 如今朝内都是吹嘘拍马之辈 中央政治局常委 没有一人是红二代 官场中有足够影响力 和政治能力者 也没有红二代 红三代能形成其后 最终的军院便是 明知习近平会毁了党 但又找不到足以往 狂澜与祭倒的 治乱世之小熊 所有的红二代 红三代 各自忧心种种 指天望地 日日骂娘 而又无所作为 这个文章呢 也是写出了 中国现在一种现状吧 就是普通的平民出城的官员呢 又爬不到那么高 爬上去呢 也往往被这些实权派呢 给架空 你像前面李克强这样的 他也只能当一个二号人物嘛 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他把这个以前的游戏规则呀 整个都赶了 以前的时候啊 这些红二代 红三代呢 就是传说中的那么几百个家族呀 实际是把中国的方方面面啊 是由他们把持着 我们所看到的领导人 包括这个江泽民呀 胡锦涛呀 实际都是他们的代言人 以前的中国这个政治生态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个情况呢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他可能是想把自己的权力呀 一直传下去 所以他对红二代是充满了戒心 你看他在用人的时候 都是用的没有背景的人 就是说他的奴才 他的走狗吧 他是用的这样的人 他没有跟红二代去分享权力 那么从他的这些作为来看啊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甚至他想像金三胖那样呀 把他的权力呀 一直传下去 有这个可能性呀 对不对 现在明里习近平有女儿呀 难道说习近平没有私生子吗 这些都是有可能性的嘛 另外从现在金三胖 带着他的这个女儿高调出现来看 金三胖就有把权力传给他女儿的意思吗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 所以在权力传承这一块啊 也许习近平啊 再下一盘大旗 这个说法用到他头上呢 倒是挺贴切的 因为前面已经有两届领导人呢 只是干了两届 然后人家就主动退位了 但是到他这一届 干了两届 他不退位 而且修改了宪法 他要把这个永远干下去 那么永远干下去的目的是啥呢 一个是他自己贪恋这个权力 另外呢 他可能要把这个权力传下去了 他也看到了 所有的独裁者一旦下台以后呀 那么他的家人一定会遭到清算的 所以他的脑袋里头啊 让我想完全是那种帝王思想 甚至在权力继承这一块呀 以前人们说呀 他是学习普京 现在让我说呀 他是学习金三胖 那么这个文章里头也就点名了 就是这个平民出身的官员呢 在现在的这个中共政体里头呢 没有形成一个绝对的实力 你像那个温家宝到李克强 他都是这样的嘛 实际以前那些红二代啊 在构建这个权力结构的时候 可能对这些平民出身的人呀 也是比较顾忌的 所以就没有机会呀 让这些平民派结成一个政治同盟 所以在这个中共的政治生态中 以前别人说的嘛 第一是红二代 第二是团判 第三是所谓的平民派 实际真正来说呢 就没有所谓的平民派 只有一个红二代 团判呢 也是过眼云烟 根本就接不住打击嘛 习近平上来以后 几下不是把盘盘又消灭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呀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啊 红二代之外的政治实力 确实不行 而且这人也不行 以前呢 我还有点高看李克强啊 但是这次在那个大会上呀 把那个胡锦涛架走的时候 我看到李克强那种表现啊 我就觉得李克强 其实也是个窝囊费 我们再回到内幕去看一看 李克强你肯定是个下台干部 对不对 胡锦涛对你有知欲知恩 这个时候你起来把胡锦涛送一下 参扶一下 又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反正你要下台嘛 但是你看他坐在那个地方啊 真是呆若目击啊 说到这点啊 他还不如那个栗战书呢 栗战书还站起来想送一下胡锦涛 但是被这个王沪宁给拉住了 从这点来说啊 栗战书坐得比李克强都轻 你看李克强成傻了 所以这个平民派在党内是不存在的 那么现在外媒在观察中国的政治生态的时候 就是说 你这个红二代红三代里头 竟无一人是男儿吗 另外从习近平这两届干下来 政治局常委里头没有一个红二代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 就是从邓小平掌权以后 他跟陈寅呀王振呀 他们当时呢 对子女的安排呢 就是说一个从政 然后其他的呢 去搞钱 他们每一个家族呢 都是这样去规划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红二代迅速攫取了财富 同时他们也迅速的腐化了 很多人这么多年下来啊 也确实变成了酒囊饭蛋 那么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 那么更是这样了 我们就说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啊 就是李鹏的女儿李小林 这个就算红二代里头啊 看着比较精神的人了 实际你看他那些专访 讲的那些话 确实太一般了 另外你想那种骗子 都是经过导演反复拍摄 反复剪辑精选出来的 李小林的表现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看不见 红二代红三代这个群体啊 确实他们也是非常窝囊的 我们再往前几十年看 邓小平当时制定了这个 一代领导人干两代 然后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红二代里头啊 都挑不出几个人了 最后挑的有习近平 挑的有薄熙来 这是他们从那个时代 就开始逐渐培养的人了 到了江三平胡锦涛的时候 他们在两个相对精明的红二代里头 他们挑了表现上更无能的习近平嘛 想着这个人啊更好操纵嘛 没想到习近平是一个心怀阴谋的人 上来以后迅速开始组建自己的势力 把红二代团派什么平民派 通通都给清除了 实际他现在在高层啊 是没有政治对手的 另外也像这个文章里头说的一样 现在这个红二代里头啊 确实近乌一人是男儿呀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搬着指头去数一数 我们熟悉的这些人啊 你像江泽民的儿子 邓小平的儿子 李鹏的儿子 陈云的儿子 王震的儿子 等等等这些人 为什么在政治舞台上没有表现出来呢 对不对 他们可能也许在执政的时候啊 那个能力太差了 确实表现不出来了 反而是当初家里安排去赚钱的那些子女啊 确实把钱赚到了 因为这就是中共啊 分给他们的钱啊 你像江泽民家族 也是掌握了很大的财富嘛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的子女在政治方面没有突出的表现呢 也许呢 这些人的后代啊 以无能之为居多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啊 他们不能脱颖而出 所以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啊 真正掌握国家命脉的红二代 里面没有一个智识的能人呀 能出来制住习近平 所以呢 习近平才是为所欲为 这就是中国现在 目前的这个政治状况 如果中国这个变化 从高层内部不能产生 那么在底下产生的这种希望呢 肯定是低于这个的 那么这样就出来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 就是这种状况啊 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可能大家就可以看到习近平啊 在这折腾了一年又一年 但是也没有办 因为在红色家族内部 没有人出来跟他抗衡 那么另外一条路 就是从底层 或者是风向大力里头 出来这些反习人物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性 我在前一段的节目里头 我说过 也许可能会出来一个蔡厄嘛 也许会出来李自成嘛 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 概率就低得多呀 所以中国这个事情啊 老外看着呢 头也大 你看老外啊 你这个总统不行 无非合上四年五年 另一次大选就把他搞下去了嘛 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现在没有办法 大家都看着习近平在这胡折腾 但是没有一股力量把他搞下去 也许只能期望着呀 他跟1976年的毛泽东一样 突然死去 但是现在医疗水平也很发达呀 对不对 所以尽管这些反习的人啊 乱的传说习近平的身体 出现了大问题等等的 但是你看过了一年又一年 习近平依然健在了 所以你指望习近平自然死亡呀 这个啊真是不好说 除非他的天命到了 那么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 那么这个呢 我们倒是能展望一下 首先第一个最有可能性的啊 习近平就是要一路折腾下去 再折腾个十年八年 随时到将来会怎么样的 也许会变成一个西朝鲜吧 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未知数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像别人期盼的就是党内啊 出现一个开明派 而且这个势力呢非常大 把习近平给搞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啊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呢也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大 他们经常拿这个打倒四人帮来做比例 我觉得那个不准确 打倒四人帮的前提是毛泽东想死的 对不对 那在习近平还没有死呢 你直接去把习近平搞下来 那么谁去搞他呢 对不对 所以党内从现在高则来看 没有这样一股势力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倒是可期待 就是习近平他这种旺自尊大以后啊 他在这种对外的关系上啊 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相当于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 比方说他在台海开战了 或者是在南海开战了 或者是跟印度开战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呢 就有可能引到这个外力啊 介入中国的失误 有可能在这个外力的作用下 这个习近平垮谈 这个倒是有可能性的 现在的这个中共呢 就可以跟枯树一样 但是没有外力的推动 他还急忙倒不了 这个时候 如果他在国际关系上 犯了重大的错误 然后引到外部势力呢 来干涉中国的这个政治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 如果他要是真的犯了那样的错误 还是可以期待的 然后第四种 就是出来一个猜骗嘛 就是某一个军阀突然扛起了反袭打起 这个一旦起来了 我认为他就控制不住了 就看谁敢撑头了 那么最后一项 就是他现在大面积的财色公务员呀 逼出一个李自成 我看中共现在这个情况呀 也就是这么几种结局吧 你只要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变好 那是不可能的 他只有这样拖下去 烂下去 慢慢的耗死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的 calls 词